我们先来看一组图片 那你猜这个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没有用到局部绘制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采样的过程 那我们可以将一个图片进行有效的编辑 比方让它戴上眼镜 让它的头发变成一个多彩的颜色 可能也会让它戴上一个红色的帽子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反采样技术 反采样技术 如果你对文生图有过深入了解的话 应该在之前的模型 也就是SDL5或者是SDXR里边都用到过 因为这个技术在风格转换方面 我们用的比较多 它可以非常好的 在保持图片一致性的前提下 增加或者是删除你需要的元素 但是这个技术到了Flux里边 由于我们主体的网络从Unite变成了Transform 所以说原来的那套东西 其实用起来不能说不能用 就没有那么的有效果 直到我们有这样一个扩展出现 这个扩展的叫做Flux Type OZ 它其实实现的功能会比较多 比方我们的Reference Version 其实它是参照某一个图片 来生成一个特定的风格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繁彩样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 比方它让狼戴上一个帽子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造声注入技术 这个其实跟上面这个差不多 只不过是它比较好的 能保持图片的一致性 那这么多内容呢 我没有办法详细的给大家来讲啊 所以说呢 我们重点呢 还是讲繁彩样这个部分 那大家如果想用这个东西的话呢 可以参照一下它的势力工作流 这里边都会有 如果是参照反采样呢 用的是最近的这个 unsamplingupdate.json 这个工作流文件 当然这个工作流文件呢 看着会稍微有点复杂 所以说呢 待会我们会重新给大家来构建一个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扩展是怎么安装的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固定套路了 首先呢 我们先要进到 Confi UI的Custom Node 这个文件夹下边 然后使用这颗龙这个命令 将我们需要的这个仓库 给它下载下来 下载完之后呢 我们要进到下载的这个文件夹里边 然后来安装依赖包 按照惯例 所有的依赖包呢 都会放在一个叫做 requirement.txt这个文件里边 然后呢 我们会使用Python的 Pype这个工具来进行安装 那在安装的时候呢 我们用到的命令就是Pype install 然后在这唯一不同的是 我将安装的园呢切换到了国内的清华园 当然也可以使用百度或者是阿里的园 主要是为了提高这个网速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 你就能把所有的包都也安上 安完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启动Confi UI 你注意在加载所有的扩展的时候 不要有红色的错误出现就可以 但重点呢 还是看我们现在安装的这个包 它有没有错误出现 那这个总体上来说呢 我觉得安装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下边呢 我们就看一下怎么去用这个东西 大家注意这是一个空的工作流 下面呢 我们从头来构建反采样的这个东西 首先呢 我们先要加载一个flux的基础工作流 然后这有一些东西是不用的啊 比方说目前的这个是没有用的 另外呢 我们的latent image其实也没有用 因为它本身是图到图嘛 就是这个也没有用啊 你注意啊 现在这个flux model是没有经过那个sampling的校正的啊 那后续的话呢 我们会用这个第三方扩展里边的某一个节点来完成类似的工作 然后呢 基本的流程保持这样就行 下面呢 我们来加载一个图片 那我们也把它放到这个位置就可以 所以说呢 我们用loud image加载一张图片 图片的分辨率呢 并没有任何要求 用什么都行 我现在这个是1024乘1024的 下面呢 我们将这个呢 进行一个resize 用哪个resize都可以 大小呢 我变成1024乘1024 因为呢 我们在很多时候啊 经常会用到啊 去修改这个图片大小 所以说呢 在这儿我们可能用不到实际这个节点的作用 比方我这个现在就是1024乘1024 但是呢 这个节点还是要有的 然后呢 那我们存一下图片 这个呢 我们叫做init mg 宽度和高度呢 也存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础的工作就算是做完了 下面呢 我们来做采样的工作 你注意在这儿做采样的时候呢 我们不能用传统的sampler 我们就得用那个高级的sampler 所以说呢 这儿我们先加载 customsampler advanced 注意是这个啊 那这个其实跟普通的sampler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是你可能看着它比较怪异 那比方说 我们这儿要出一个flux问生图的基本技巧 其实noise就是我们说的sade那个部分 那你可以用randomnoise 然后来生成一个随机的种子 这个guider呢 其实我们用的都是basicguider 一般呢 是用sampling和这个models进行一个对应 我现在先用这个采样器来构建一个基础的文生图的工作流啊 让大家感觉可能更熟悉一些 flux model 然后呢 这儿我们需要经过那个采样校正的过程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转成出入 这个呢 就是我们图片的宽度 这个呢 是图片的高度 所以说这个不用死机硬背啊 你就看到这个东西 大概就知道是咋回事 然后呢 这个经过guidance的conditioning 这连过来 sampler呢 其实是我们的采样器 这个呢 我们用欧拉采样器 sigmas其实就是我们的调度器 比方说我采用 就normal就可以 25不采样 然后这个呢 同样是我们说的那个降噪细数啊 laten image 因为我这演示啊 我就不转了啊 我们就直接连过去 那比方说呢 我这写一个 one beautiful go 下面呢 我们可以直接输出一下 那这呢 那我们当然需要有一个Ve 执行一下 好 注意啊 这需要连这个model 所以说呢 我们把校正过之后的model呢 给它连过来就可以了 再来执行一遍 这是我们生成的一个效果啊 当然它是个动漫的 对吧 我们给大家说过啊 要完全消除这个动漫效果呢 你应该加一个镜头的参数 当然简单点呢 我也可以这样写 我建议大家构建这个工作流的时候 也是啊 先把这个完整的flux的工作流 给它构建出来 然后我们再说一声 怎么让它反采样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就有了 那下边呢 我们就说反采样的这个东西 反采样的话呢 我们需要改几个节点啊 这个节点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扩展提供的 首先呢 那你要注意反采样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知道啊 采样的过程其实是降噪的过程 一个蛮式噪点的图片 不断的进行降噪和调度 然后变成一个清晰的图片 而反采样是一个相反的过程 那就是我这有一个清晰的图片 这个图片呢 可能我们是通过现有图片 然后经过A1英扣的给它过来的 然后这个呢 其实是在不断的向上 加这个噪点啊 它加了噪点之后呢 让它近似于变成一个 毫无规律的一个噪点图像 然后我们再在这个技术上 再去降噪啊 由于它的这种规律性呢 可以使这个降噪和这个增加噪点 变成一个互相近似可逆的一个过程 这样呢 就可以保证 我们最后采用出来的图片 和最开始的这个图片 保持比较高的这个一致性 所以说呢 我们下边呢 先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去实现 最核心的部分呢 大家注意是这个地方 Sigma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在这加一个节点啊 这个节点叫做Flip Sigmas 叫反转Sigmas 因为你的Sigmas默认是在降噪啊 如果我现在加上这个 那它这个呢 就是一个相反的过程 它生成的这个东西 肯定是一个不能直接看的这么一个玩儿 但是我需要明白这个机制 就是那个降噪是让一个噪点变成图片 而这个反向降噪是让一个图片 重新变成一个满是噪点的图片 大家看一下啊 怎么都看不着了 那另外呢 你要注意我们在反向采样的时候 一般是不允许它再增加噪点的 你要注意这儿这个噪点 跟我们刚才说那个噪点是不一样的 这儿这个噪点是为了保证 片的正态分布会额外增加的噪点 那我们在所有的sampler里边看到的 Add Noise都是我说的后边这种校正式的噪点 这个是不需要的 所以说呢 你在连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Disable Noise 就是这个 然后你注意啊 下边呢 我们就用到 那我们在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组件里边 就是我们刚才安装的扩展里边用到的一些节点啊 那看一下都有哪些 那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它有一个替代的节点 大家注意叫做Inverse Flex Model Pred 就是Prediction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用在反向的这种采样里边 它是替代这个节点用的 所以说你直接替掉它就行 同样我们需要把 Wise和Height给它转成输入 然后呢 我们将Model 这个 然后这是BasicGuard 那同样这儿呢 也是需要的 另外的话呢 就是这个呢 也是需要换掉的 那这个节点呢 也会有一个对应的 我们叫替换的节点啊 叫Flex D Guidance 然后呢 我们把它给连上 注意啊 在反采样的这个过程呢 这个值呢 可以射成零 第三个你要注意 就是这个Sampler这个地方 你现在这个Sampler这个地方呢 用的是一个标准的Sampler Select 那其实呢 在我们这个包里边呢 也有一个采样器 叫做Flex InverseSampler 就是个反向采样器 你把它连上就行 那当然反采样的时候呢 这儿不能是一个空图片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这儿得用我们原始的 这个图片 按IT Image 然后经过Vincode 然后呢 我们给它连上 大家注意 我们改的地方呢 有三个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原来的校正器 我们改成了 反向的一个校正器 然后这个Guidance呢 变成了一个Dguidance 然后呢 就是Sampler 采用了一个反向的采样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呢 这是我们反采样的一个过程 大家注意啊 这个其实呢 是一个噪点图像 但是你大概能通过这个噪点 能看出来 它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对吧 噪点有了 下边呢 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降噪 所以说呢 我们这儿其实是再连一个Sampler 那这个连的方式呢 其实跟刚才呢 是很像的 你要注意啊 在这儿呢 我们给它留空 就代表着 我们在反采样的时候 是没有正向的条件约束的 那么这样的话 你在采样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在这儿 是并没有任何正向条件的一个约束 因为你增加噪点 这个没有必要有正向的这个条件 那我们只有在采样的时候 就是去造的过程当中 才会有我们具体的提示词 当然你去掉那个提示词 可能你是看不出来区别的 这个不用去管它 然后呢 我们下面再看一个正常的降噪的一个过程 当然呢 也需要稍微改写一下 那我们先把这个给它拿过来 大家注意 这儿同样是要禁用噪点 因为所有的噪点 我们在这儿已经产生了啊 然后我们再让它降噪 guidance的话呢 同样是basic guidance 下边呢 model 大家注意 我们同样是用这个blocks model 不是一个过来 然后呢 经过guidance 这个guidance的话呢 刚才那个叫invert 你注意 这个叫做outwards guidance 拿过来 边上 然后同样宽高 其实这个你不转也行啊 因为我们默认就是1024乘1024嘛 当然为了保证它的这个更加漂亮 是吧 放的不合适啊 wh 下面你要注意这个conditioning啊 就必须重写这个条件 所以说呢 我们这儿不是直接拿那个条件啊 我们是拿clip 我们看一下clip啊 拿过来 然后呢 我们通过texting code 然后来写一个 比方说我们写 个女孩 戴着一个眼镜啊 我们这样写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提示词 主要是说整个的变化 这个不需要写的特别多 同样这个提示词中间呢 也需要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节点 就是dguidance这个节点 我们也得拿过来 这得连上 它的这个用法 跟我们那个guidance是一样的啊 但是呢我们这儿需要注意 这儿你就不能是零了啊 这个你就按正常的走就行 比方3.5 或者4.0 这个都行 然后呢是sampler sampler呢 这个时候就不要用反向的采样器 普通的采样器即可 ohla 然后sigma也不用反采样啊 这个呢 我同样是25步 data呢 我们是从这儿直接取过来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ve decode get一下ve就行 下边呢 我们跑去一个工作楼 好 我们又忘了连这个model了 大家注意 我们现在就拿到了一个这样图片 那为了让它更加清楚的话呢 我们做一个对比 让我们这儿先编一个组 这个我们还叫sampling 采样 前面这儿反采样啊 然后呢 我们做一个image uncatch 就是把它连起来 呃 我们用原始的图片放在左边 然后呢 我们生成的这张图片放在右边 这样我们就看的比较清楚 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呢 我是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它的 基本形态的前提一下啊 不能说完全一样 但是我尽最大能力保证它的形态 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个编辑 大家觉得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棒的啊 可能大家都有这感觉 我们可以试一下别的 大家注意啊 尽量的用作这个叫什么局部编辑 不要做太大的改动啊 比方说呢 我们刚才说了 戴一个小红帽子 ride height 然后呢 我们执行一下 来看一下 非常明显啊 我们是一个跨度比较大的 我们尝试改变它的风格 所以说呢 我这儿写 Animate scene SCE of a beautiful girl 什么意思就是 我现在说明 这是一个动画的场景啊 那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人物的这种 整体风格的改变 它的效果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了一个类似于3D的这种效果 不能叫3D啊 动画的这个效果 这个也还是可以的啊 那我们可以再试一个比方我们刚才用过的那个多彩的头发 Colorful hair 再看一下 这个呢 也比较明显 对吧 另外呢 就是我们在后边 其实是可以追加laura的 尤其是在后边这 因为你要注意啊 前面这个反向采用的过程呢 一般我们是不加条件 甚至我们会将这个guidance都制成0 然后我们加一个laura 直接加在这个地方吧 这个我们就加小红书 这个 这连过来 这个呢 那我们给到0.8 那现在呢 我们其实增加了一个小红书的laura啊 然后呢 我们重新采样 它的权重我们设置成0.8 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和 啊 我们的laura机器完美的融合 那它对生成的结果到底有没有影响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生成的人物就更漂亮 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可能加了这个laura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脸啊 包括整个的这个细节的部分 可能就更好看一点啊 那么这就是反采样技术 反采样技术生成的这种修改效果 往往会更加自然 比方你要是用impaint去修改这个头发的话 有的时候呢 这种多彩的效果是根本出不来的啊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反采样技术 应该属于在文生图里边 相对来说比较高深 在很多特定的场景下 也不得不去用的一个技术啊 希望大家去掌握 好 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